欢迎再次观看900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5月8日 在今日稍早前 研究中国网络数据的人士提供资讯提到 近日中国的网络一个关键词 陈嘉兰的搜索量正在迅速狂飙 追溯陈嘉兰关键词的相关话题显示 5月1日早上7点左右 在阿尼岛京巴兰洲际酒店 两名中国游客遭到他人行为而离世 他们分别是25岁的李慈明男性人士 22岁的陈嘉兰女性人士 这个话题中点击量最高的 其中就是涉及到的是一张照片 而这张照片显示 一个女性人士可以看见面貌非常好看 不有穿戴任何服饰 相关的极为隐私的地方可以看见 躺在一个浴池中 但是浴池没有水 旁边能看见一部手机 另外的照片显示是一张中国护照的资料页的复印件 该文件资料显示 日子中女子名叫陈嘉兰 国籍是中国 许多网友在这些疯传的资讯 许多人匿名评论提到 陈嘉兰真是一个漂亮的女子 可惜就这样走了 针对此时我们查询到陈嘉兰的Instagram 不名为截止到现在为止 显示有五则贴文 粉丝515 关注其他人22 四则作品均显示漂亮的一则作品 显示两个车辆的照片资讯 有网友留言 这些车辆是全普在车辆 继续有关发理到 中国夺客离市案件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午夜1日清晨63分左右 巴黎岛周济酒店 大堂的员工接到4228房间 一名住客的电话 说是听见外面走廊4223房间 附近有人在求救 随后有保人员在走廊 看到一名懒疑体 身上多处有伤口 走进4223房间后 安保人员发现一名女性遗体 脖子上有伤口 当天值班的酒店经理 随后赶到 一边报警处理 一边疏散其他住客 当地警方确认 男性理事者 名叫李自明 25岁 来自中国广西 遗体颈部左右 两边均有伤口 左脚也有伤 女性死者 名为陈扎兰 今年22岁 遗体颈部上有 抬头有衣伤 有关巴厘岛 京巴南周期酒店 网络资讯显示 京巴南周期酒店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五星级酒店 京巴南周期酒店 常出现在 阿里岛的旅行公园里 每一位工作人员 都能使用英语 与客人流畅交流 酒店还会根据 住客国籍 用相应的语言 自电问候 但酒店之外 无论当地 自民的英语 语文水平 还是公共设施 和服务的 双语化程度 都无法让外来者 称心如意 食品 dimin追 网络 אפ försö